秋天是製螃蟹最佳季節 但怎麼烹飪也非常重要 像我手上這隻四兩種的大夾蟹 處處建議蒸10分鐘 不多不少才能達到最佳口感 空運來台的新建大夾蟹 加入紫蘇葉和米酒提味 放入蒸籠蒸熟後香氣四溢 呈現美麗現紅色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大夾蟹要倒蓋著去蒸 它的高草不會流出來 那米酒的香氣和紫蘇葉的香氣 才會在那個螃蟹裡面 飯店端出來的大夾蟹 各個色香味俱全 但其實只要做對小技巧 在家也可以自己蒸出竹廚級料理 用電鍋就可以了 那如果沒有電鍋的話 我們就用鍋子裡面加水 水一定要滾 它才會有蒸汽出來 蒸的時間才不會延長 肉才不會老 吃大夾蟹還有技巧 竹廚建議可以先剝熬 剪腳和剝殼 一些蟹勾 去勾住它腳裡面管子裡面的肉 或是也有些人直接拿牙籤 直接用螃蟹的腳 螃蟹腳尖尖的地方 就可以去勾出它的肉出來 把膏先都撥在殼裡面 然後蟹肉挖出來的時候 跟著膏一起吃 就是天然的醬汁就對了 用工具做輔助 挖出滿滿蟹膏和蟹肉 透過撥蟹小秘訣 輕鬆品嘗濃郁海味 因為還滿貼心 因為它都有提供手套 所以手就不會髒 真的就是可以吃它原本的味道 而且加上它是活的現真 所以味道特別鮮美 秋天大閘蟹的季節 新穎掏客 每天吃掉約一千多隻的螃蟹 也讓業者業績比平常增加兩成 東森產業新聞 請問你中翔劉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